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策划瑞克,我是超级麦克斯 没想到吧,我们这两位策划确实还活着,这倒霉游戏确实还能更新 你说的对瑞克,这真是太令人感到意外了 那么麦克斯,这次我们更新什么呢? 向你们隆重介绍全新的徽章系统 Budges 哎呀,是这样子的 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玩家侥幸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看的牌子之后 他就不打天梯了 哎呀,这样子怎么行呢,你们都不干天梯了,我们怎么骗钱呀 所以我们决定要好好地改进一下这个徽章系统 看完看这个设计,是不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令人陶醉 只不过是改了个样貌嘛,我一样不想打天梯 我们还给牌子添加了等级系统 还是你懂骗杆啊,麦克斯 像这个天梯前一圈的牌子,你必须得累积达到六次 才能将其升到最高等级,是不是非常的令人兴奋呢 当然其他牌子也一样啊,各种模式都给你来一遍 想成为酷酷的全成就玩家吗?我非常期待你的表现 嘿嘿,当然啦,只有天梯和几个模式的牌子怎么够意思呢? 我们还为你们准备了更多更多,向你们隆重介绍卡牌大师勋章 没想到吧,这就是我们的终极杀招,纠极提升,游戏干度的卡牌大师牌子 全游戏107张卡牌都有属于自己的大师牌子 实在是太酷了,每一个勋章都有自己对应的三个任务需要完成 完成三个任务之后,你就可以把大师勋章升到最高级 但是为了防止有些玩家,恶意的快速的把三个任务一下子刷完 所以我们给他加了一个等级限制 你想要刷Disk,你想要解锁更多的任务吗? 你必须得升级你的卡牌才行,这样子才够干 可是单纯的提升干度并不能让我们直接来骗更多的钱 所以我们想到了更好的办法 隆重介绍矿工大爷 没有什么能比新的英雄牌更能骗钱 矿工大爷拥有全英雄中最高的生命值和最高的伤害 不过由于是单体伤害很容易被杂毛应对 不过他有他的专属技能 你给龙大爷兵不厌诈 使用这个技能他可以丢下个炸弹 然后挖到竞技场的另一边 然后继续作战 他的进攻方式跟地狱龙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开始挠痒痒 然后越来越痛,越来越痛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他弱点应该是跟地狱龙一样的 也是怕打断的 所以带个小垫带个垫法也是可以对付的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技能 英雄技能是两费 虽然你可以弄到又跑到另一边很帅 但是是吧 4加2也有6费了 如果技能乱开的话 就会像骷髅爷爷一样把自己给开死了 所以需要注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把刺客和渔夫的bug终于修复了 好开心 我天哪 真不要脸 他妈的拖了三个月 三个月都没修 他妈的 现在 现在 现在说 天哪 一个bug 拖了三个月才修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的天哪 嗨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豆角豆沙 刚才情绪有点激动 飙了脏话 不好意思 现在我们来快速的讲一讲 4月份的平衡性调整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采取器被重做了 它的剩水产出量其实是没有变的 只是它的最后一滴剩水是在它死掉爆炸的时候敞出来的 所以可以理解成他们给你上了一个保底 比如说你六费放个采取器 然后对手用火箭炸你 但是你最少能采出那么一滴 所以对手是如果没有炸到公主塔的话 它是亏的 所以具体体验差应该就是这里在法术解采取器上面 对手法术没有那么壮 你没有那么亏了 但是具体体验上还是跟一般采取器差不多的 然后是雷胖重做 它的剩水从8费变成7费 减雷费 然后血量减少 伤害减少 这个是damage 是伤害 它的仿伤好像没有变 但是这个好像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好像没有削弱 反而好像还变强了一点点 是吧 雷胖具体作用就是让它走到公主塔前 它自己的伤害也没有那么重要 它的功能体现在它的仿山上面 是吧 要是仿山没有改的话 费用还降了一滴 那有点是吧 我觉得有点增强了 但是具体体验还要在游戏里时装之后才能知道 然后镜子增强 增强 从一开始的使用镜子 卡牌等级加一变成加二 这个我觉得是吧 一般的部队卡牌等级加一加二 其实差别跟加两级跟加一级其实差不多的 但是在法术上面就这个作用就非常大 你看一个11级的火球 用镜子加到13级 13级火球就比11级火球强很多了 我觉得是吧 这个东西用在法术上面会体现的非常 能体现出镜子的价值 比如说飞桶 你丢个飞桶 11级 用个镜子 13级飞桶就在你塔下 然后压你两级 我操 你的塔 你要是没法说你就炸了 是吧 应该是这种感觉 不过是吧 13级的哥布林跟12级的哥布林塔一样 都是打三下 所以是吧 伤害提升的 但是解还是一样解 然后环境骑士 环境顺其他的范围 范围给他加回来了 因为上次削的有点过猛了 然后官方决定把他给他加回去 现在环境秃秃秃 他又给他 他又可以开心的秃秃秃了 我觉得环境骑士这张牌 他虽然是吧 之前挺强的 有点离谱 但是他真的很好玩 你看他可以从一边 突到另一边 直接突到公主塔下 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是吧 很好玩 然后骷髅爸爸增强 加7%的攻击速度 他的引以为要的大炸弹 还是连黄毛的扎不死 但是他的 他最近手速越来越快了 一拳一个胳膊里 他变成狂暴侨夫了 大概是会变得跟狂暴侨夫一样 是吧 攻速很快 然后死了 掉入一个炸弹 然后乔夫是掉一个狂暴药水 虽然一个炸弹屁用没有 没事 还是有点用的 弓箭手增加9%的攻速 弓箭手这张牌 我觉得他没有很强 也没有很弱 但是是吧 除了连弩 就没有人会 就没有卡组会使用弓箭手这张牌 什么地震珠 都使用烟花 然后其他的东西 也都没有见到弓箭手 弓箭手只有连弩会使用 所以增加一下他的攻击速度 也许能让他出现在其他的牌族里面 是吧 以前牧原也会带弓箭手 但是是吧 现在都没有带了 增加一下 我觉得也可以 小冰豆增加他的冰冻时间30% 0.3秒 这个加强真的非常有必要 小冰豆其实他推出很久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小冰豆他冰冻时间是非常长的 然后官方就砍他一刀 而又砍他一刀 砍到0.5秒之后 就普普通通 然后之后有小雷豆出来了 小治疗豆豆也出来了 活豆豆也改了 然后是吧 小冰豆就 他的定位就有点尴尬 好像他效果上 虽然是冰豆 但是又比 有点比不过雷豆 是吧 虽然雷豆 伤害比较低一点 但是是吧 雷豆功能性比小冰 就好很多 然后活豆豆 伤害一炸 一堆 一个王林海 都残血了 然后小冰豆 只是冰一下也没有 没有那么大效果 所以我觉得加强 这个百分之三十 让这个小冰豆更冰一点 是有必要的事情 然后是削弱 墓碑削弱了百分之五的出冰 出冰速度 其实我觉得感觉 感觉不出来 一般下墓碑也不会指望 他的小窟窿能做些什么 一般下出来 几秒钟之后 他就会炸了 所以然后呢 然后这个阳骑士 他的减速的速率 从百分之八十五 变成百分之七十 我觉得这个影响会比较大 也许 也许 也许用阳骑士 不能完美的防守野猪了 野猪会跑得比平常快一点 也许能敲出一下 然后防气球的时候 也没有那么 那么有压制力 具体还要等 使装了之后 弓箭女皇 削弱 他的速度加成 从百分之两百变成百分之一百八 还是跟丧子一样 学了个美学一样 弓箭女皇是官方的亲女儿吧 就是 是吧 弓箭女皇 他伤害有点高啊 你看三剑 秒神剑游侠 三剑秒飞行器 看一个技能 能防住的还是能防住 防不住的还是防不住 你看下一个 下一个飞行器 三剑就蒸发了 所以 是吧 我觉得 也许 攻击 攻击力 削一点点 挺好的 然后是墓园 减少个小骷髅 简单直接 我也不知道 是吧 会不会就差那一个小骷髅 就把它摸爆了 所以削弱 削了一点点 削了一点点 但是墓园具体打伤害的时候 我也不清楚了 我墓园不是玩得非常好 所以也许 你们可以去看看 隔壁的侠客 他是怎么说的 然后瓦基里武神 剩命值削弱4% 我完全不明白 他们削武神干嘛 武神使用率这么高 你不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弓箭女皇 他妈的满地都是 所以武神 武神可以无视 他的隐形连着弓箭女皇一起赚 所以武神使用率才高一些 你现在把武神削了干嘛 武神 武神挺好的 然后最后的最后 超级骑士 他的登场伤害 减低20%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非常明显的变化 比如说一屁股坐不死神剑游侠 或者或者登场伤害加一击打不死火枪手之类的 具体还要在游戏里面体验一下 超级骑士这张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被调整过了 我不知道 不过不过超级 哦对了 哦对了 我想起来了 调整这个登场伤害是因为是吧 他防那个皇家猪 皇家猪太好太好用了 是吧 那个女皇皇 女皇皇家猪满地盘那个卡组 我就喜欢带两超级骑士 然后一屁股坐坐那四个猪 然后然后抱锤那个女皇猪啊 果然 弓箭女皇 弓箭女皇是官方的亲女儿啊 是吧 弓箭女皇的那套卡组 是不是遇到 哎呀被超级骑士欺负了 得赶紧把超级骑士去削弱一下啊 大概是这种这种感觉 是吧 这是我猜的不是真的了 是吧 超级骑士 学一学具体效果 还得看游戏时装是怎么样的 啊好了 讲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关注一下我 或者帮我点一下喜欢 谢谢 拜拜 我得去睡觉了啊 这个这个其实啊 有点有点赶是吧 熬夜连夜连夜赶出来 我得蹭这个热度 你知道吗 就是是吧 虽然虽然我过两个星期就要考试了 我死期就要到来了 所以是吧 我还是 我现在得去睡觉了 睡觉 拜拜 再见 拜拜 爱你们